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的和3.0的都不少 应该是13个到14个 新款的2.0T的能好一些 如果家用 我建议买奥德赛或者是爱丽深 如果是商用的话 还是G28最好 至于您说的二手的车 G28存量很大 什么年限 什么款式的都有 您这个预算应该是能买到 就是G28经典 就是老陆尊 外形的2.4的 应该能买到1213的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胡老师 关注你的栏目有两年多了 最近想入手人生第一辆车 但是预算定在五弯上下 再说驾车技术一般 就考虑二手车 请问二手车性价比最高的年限大约是什么时候 公里表一般会造假 只能作为参考 主要用途是偶然用一下 大部分时间都是车库皇后 不考虑保值 不怎么考虑油耗 不考虑运动感 以年近50岁 就想偶尔开车短途放松一下 或者是市区使用 河南平鼎山市区还是比较堵的 一年估计不会超过5000公里 主要考虑最佳性价比 中配自动档的SUV故障率低 省心有没有合适的推荐 或者你认为最佳性价比的价位的车 还有就是买二手车 咋避免掉坑里 谢谢 您的岁数跟我相当 就是你的使用频率非常的低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推荐一些比较冷门的车 市场不认的车 为什么呢 这种车就是因为不认 所以二手车卖的便宜 品质上好 比如说标志5008 4008 还有什么呢 现代IX35 还有制跑 这些车品质都行 就是车不认 所以价格比较便宜 5762能逃着 11年12年的IX35应该能看到 而且还有新盛达 至于508和408 可能价格能稍贵 你要能接受3008 这个价格应该没问题 具体买哪一种呢 得看你当地的市场 至于二手车的渠道 我个人建议 品牌的二手车车商 签计正规的合同 注明没有大事故 随眼火烧 没调过表 是有保障的 一般来说 现在4S店都有二手车部门 他们的车都比较靠谱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帮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 可以关注我们头条号 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观看